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今年联准会一直在升息 升得很猛 从两码不够变升三码 升到现在对通膨有没有效 没有效啊 对不对 你到上个月你还看到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以上 说真的 应该可以说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等下来跟大家做解释 然后呢 接下来包括什么 俄乌战争 这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意外 其实乌克兰是一个 应该说 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 当然跟台湾比起它大一点 但是它的军备呢 市场比台湾呢 还要弱 它是比台湾还要弱的军备喔 结果俄罗斯竟然从今年2月打到现在 现在已经快要11月了 还没打完 对不对 还没打完欸 所以这种情况你可以看到 我想呢 到真的是这种黑天额 你想都想不到 对不对 想不到想不到这件事情 从包括我们看到 像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联准会升息这部分 事实上今年升得非常的凶 结果你也没想到说 怎么会升到现在为止 一点效果都没有 事实上老实说啊 其实在从今年3月4月的时候 就有一些这个学者 已经在偷笑了 都认为说他现在升息一点效果都没有 事实上呢 这些学者在笑之前之后 事实上鲍尔就有讲到 鲍尔他说他现在 没有办法呢 这个让供应面呢 增加供给 他只好让需求面 这个需求变少了 所以呢 这个是 等于说我要把这整个经济压下来 但是之前的这些学者 我们看到 这学者就是诺贝尔讲的 一个经济学长的得主 叫史蒂里格兹 他已经多次评论了 联组会的升息是无效的 他认为呢 美国的经济啊 是需要从供给面进行干预 对不对 多增加生产 才能让它价格掉下来嘛 只会有一个这个供需关系 对 当然 史蒂里格兹他说呢 提高利率啊 非但不能解决通膨问题 对不对 因为这种做法 没有办法创造更多实物 只会增加困难 让大家无法进行投资 而且他也告诉大家怎么样 他说呢 这个 整个情形变糟了 然后呢 应该 主要应该怎么样 要有更多的供给面的一些投资 对不对 但是升息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 美国科技股 为什么跌那么惨 就是升息嘛 对 每个人到财源 说真的 最后影响的结果 当然鲍尔希望 所谓的转着陆啊 可是现在看起来 明年硬着陆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高 而且如果升息升过头的话 就很严重 那也提到一个重点 在哪里 说 现在啊 你一升息的结果 大家都可以算到 你升息的话 房贷族 增加负担 那如果你又是租 你又是这个 你把房子租给人家的话 你是不是 势必要提高租金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嘛 这种相乘下来之后 你会看到为什么 美国的CPI 为什么一直掉不下来 因为这些都是主成分子之一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整个的升息是完全 基督等于是完全无效的 那再来到不知道什么 俄乌战争 为什么打那么久 对不对 刚刚纯慧讲也想不通嘛 明明理论上俄罗斯那么厉害 不然美国很厉害也应该把俄罗斯 直接就弄掉了 为什么打到现在还在打 很简单跟大家讲 对不对 背后水很深啊 水很深这是 网路上最喜欢用的用语 就是后面 有很多阴谋阳谋产在一起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啊 其实呢 美国能源商 他呢 现在啊 被这个 应该说 我记得看到法国总统讲的 他说 这个 美国能源商 美国不是朋友 为什么 美国呢 天然气卖那么贵给我们 后来人家去炒 装满液化天然气的大船 成本大概是6千万美元 那你送往欧洲呢 对 送往欧洲的话 卖到2.75亿美元 结果呢 你光是卖一艘船 你可以怎么样 一艘船 你一艘船送过去 你就赚2亿 对不对 那这一次我们知道 前一阵子 马斯克出来抱怨 他说呢 这个我们无偿的提供 俄罗斯使用这些 新链的东西 对不对 大概花了100多亿吧 我朋友就开玩笑说 一艘 能源船2亿 对不对 再开个90艘过去 就赚回来啦 对不对 而且除此之外 你要知道 限制俄罗斯石油输出 结果呢 不遵守了得利 谁不遵守 印度 你看到 这是印度股市 今年以来 你看到股市里面 美国跌翻天了 台湾跌翻天了 对不对 日本韩国其实都是跌 你看这是印度股市 今年以来长得 长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 我反而有低价的石油可以用 印度他也不需要去遵从 美国的协议 也不用去遵从欧盟协议 我要怎么搞 我就怎么搞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到反而是这些不遵守 应该说 应该说没有这个限制的人 他反而赚到钱 对不对 甚至我想 我去查了一下 这个 恶务战争到现在 存问你要不要猜看看 美国花了多少军费 多少军费 应该是以亿为单位 当然没有错 你要猜看看花了多少 2000 亿 没那么夸张啦 大概花了660亿美元的经费 军费啦 大概花了660亿美元 你看这个这样一消耗之后 对不对 一消耗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股票 会赚到钱 对不对 我们就看下一页了 这一些啊 军火商 口袋满满 满到钱都跑出来了 对不对 满到钱都跑出来了 包括你可以看到 洛克希德马丁 他的F35 事实上现在是最先进的三机 而且呢 目前呢 订单量据说是3200 下面200台 一台F35 用台币来算 造价是24亿台 24亿 本来台湾也要买F35的 是美国不卖我们 美国只愿意卖F16给我们 对不对 他怕我们台湾有内奸 把F35的东西呢 偷偷卖给某某人 对不对 台湾他怕我们才有内奸 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只能弄F16 那F35有多厉害呢 新型的F35 可以垂直起降 他几乎不用跑道 对不对 甚至包括呢 因为F35它本身是 它本身的另外一边叫什么 逆中战机啊 它是隐形的 你如果没有它的一个code 没有它一个雷射的 雷达的马的话 你找不到它在哪里 所以你看为什么大家都一直要买 那这一次的俄乌战争也告诉大家 你看到虽然说 战场上面其实没有看到几台F35 但是呢 它的邻近各国 什么立陶宛啊 什么波兰 现在都拼了命 要跟美国去买F35 所以你看到一台24亿 洛克希的马丁是不是赚翻了 甚至另外一个要什么 海马斯火箭 这海马斯火箭啊 现在的价格大概是一组火箭 包括弹药 包括它的发射系统 就长这个样子 对 一组它的弹药发射系统 加起来呢 这个海马斯火箭 它一共可以卖多少 它一共呢 它一共呢 它一共是卖550万美金一组 对 所以你看 550万你把它乘以30 乘以30几来算的话 这一组也要大概卖到 在1亿8 1亿9台币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要买多少组 其实呢 这个 获利的利润啊 真的是高的不得了 也因为这样你可以看到 这是洛克希的马丁的一个走势图嘛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这是这几年下来 大概没有看过那么好的一年了啦 对不对 而且它的业绩大增哦 美国陆军跟它说 你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的产量 现在才60 一年才60 你要给我提高到120 以前或许过去 如果说全世界太平的话 你可能 它60个 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 也卖不完 现在呢 世界不太平啊 对不对 你在乌克兰的海马斯系统 你难道觉得说 你给它60个 下个离月还是60个吗 不是啊 一定有些被炸掉了嘛 我要补充新的 所以你看到 当世界不太平的时候 这些军火商 这也难怪这些军火商赚翻天 对不对 我们这边看的是月K 你看到这边真的是 赚得非常非常多 另外一家 你可以看到这家什么 通用动力 这以前说真的啦 你可能很懶得去研究 它们在做什么的 但现在你看到通用动力 它做什么 它做装甲车跟榴弹炮 美国到目前为止 已经跟乌克兰呢 供应大概80万发的 155毫米的一个炮弹 那目前为止 就有冰州的通用动力 去生产这种炮弹 每月产能就14000发 你去看看嘛 80万发 对不对 每月产能14000发 一年下来也不过 顶多做到多少 12、13万发 它一次帮你消耗掉 80万发 那岂不是告诉你 对不对 当然说榴弹炮 可能比较便宜 但是这个通用动力 不是赚翻了 它是不是要扩产来因应 对不对 已经用掉了80万发的一个炮弹 甚至包括整个装甲车 另外也包括什么 雷神 这是最早我们看到的 新闻有写到 雷神它所生产的刺针飞弹 据说过去啊 台湾也有买 大家都有买 对不对 摆着 因为太平盛世 对不对 中国就算是军机在老台 你不可能拿刺针飞弹去刺它吧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呢 欸 派上用场了 这一次俄罗斯有很多飞机 是被刺针飞弹给打下来的 他说这一次 这个雷神是获得了陆军呢 要生产 要他生产1300套的 1300套的一个刺针防空飞弹 除了刺针防空飞弹之外呢 他还怎么样 他还做一个叫做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这东西是什么 这个 纯会有听过爱国者号吧 爱国者飞弹 爱国者飞弹 这是李快的年代吧 这个爱国者飞弹啊 大概是在 应该说在 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 派上很大的一个用场 就是他们是防空飞弹 因为伊拉克 伊拉克 伊朗那些 组织他就往这个 这个 以色列去射飞弹 他就升空把他 把他打掉了 实际上台湾现在还有不少爱国者飞弹 那爱国飞弹下一个进阶 叫做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就说你只要 飞弹飞过来我就把他打掉 就这样子 所以这是雷神 雷神的主要的东西 你看到雷神其实这一波 他也是怎么样 他也是靠了这个 军火关系 他也是赚了很多 另外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什么 叫做 诺斯洛普格鲁曼 其实这些这四家公司 都在美国都是很大的 很大的军用公司 格鲁曼 这其实是两家公司合并在一起的 格鲁曼呢 其实在做什么 他在做航空母舰 甚至呢过去啊 我们看到一些什么 F-18 F-14呢 大概都是格鲁曼的一个杰作啊 那这一次格鲁曼呢 他们是弄到什么 因为他们先前啊 他跟这个俄罗斯呢 合作火箭的发动机 所以这一次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 俄罗斯说我们宣布要 断供火箭发动机的时候 他们在推特上面 画了一个哨把 所以以后你美国人 要到太空站去的话 对不对 你就要做哨把上去 那现在呢 这个 美国国防部啊 美国国防部啊 NASA 就跟这个 格鲁曼说 那你要请他 请格鲁曼去开发新的火箭 那也在开发当中 那甚至在还没开发出新的火箭之前的话 现在太空人要怎么上去 就只有靠着这个 马斯克那个SpaceX 他有办法把太空人运上去 大概是如此 所以你看到 我刚刚看这些线图 你看到他的股价 几乎啊 几乎每一档都是创历史新高 而且以前有那么好赚吗 真的没有 所以 我们是不是 可以 猜测出美国事实上 在赚 这个赚真彩呢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看到当然最新的一个新闻里面 对不对 这个 大家现在最担心的 我相信呢 这个 刚刚 纯会就来问 到底会不会打起来 答案是会嘛 对不对 答案是会 你不用那么讶异 你不用那么讶异 这答案就是会 快快慢 打得赢跟打不赢的问题而已 对不对 不是会不会 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是一定会 但是快跟慢 打得赢跟打不赢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希望打得赢啊 对不对 我们也希望打得赢 那如果没有这么 应该说如果没有这么紧张的话 这新闻怎么来的 现在美国 在跟台湾讨论联合生产武器 如果没有这么紧张 我在美国生产就好了 我干嘛再跟你台湾生产 因为这些生产武器啊 你会担心说 是不是会有一些消息 泄露到国外去 对不对 泄露到中国去 泄露到哪边去呢 这是很大的问题 可是如果说 未来真的有台海战事的话 我是不是在台海生产武器 我又不用担心武器运不进来 毕竟我们 状况是跟乌克兰状况不一样 乌克兰其实 除了 一大边呢 是跟俄罗斯接壤之外 另外是跟欧盟接壤的 我要运武器什么都很简单 可是如果在台湾 你今天假设 当然这我们都用最 用弄这个最 应该说 应该说最严重的情况 我们 把我们的海港也封起来了 那 炮弹要怎么来 对不对 这可能就是应该 台美要去 合作武器的一个关系嘛 当然 如果台湾自己有办法 生产这些武器的话 会不会有办法去克阻中国 是不是就有可能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当然这些都是 有些前因后有关系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然世界 真的混乱成一团 而怎么样 而这些人 有些人利用这些赚大钱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办法 也是搭到这个 这个获利的列车 我想这才是要注意的重点 嗯 没有错 所以呢其实刚刚李快 有问到一个问题 那台湾到底自己在这方面 我们说在军用的方面 生产的状况如何 我们这边就来看一张图 其实平常真的 对这些类股 其实蛮陌生的 我们确实也是第一次 讨论到军用类股的 的确没有错 其实大家知道 过去欧战争 大家会讨论什么 哦 那个农产品大涨 石油啊 对不对 原油 香腕类股大涨 什么化肥大涨 对不对 讲跟你讲东检 讲新农 讲这个汇光 请大家看一看东检 新农汇光 现在长什么样子 这些其实说真的 一旦俄乌战争结束 他们就没有利多了 甚至包括现在 农粮有那么好吗 现在连棉花都跌停板了 所以呢差很多 但是长线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世界 持续紧张下去 不只是俄乌 对不对 台海 甚至可能有其他地方 在紧张的话 这些军工概念股 你就要认真的拿来 仔细研读 因为他们获利呢 就越来越好 当然我昨天跟他声明 我个人是反战的哦 但是呢没有办法 你做到避险 就这边避险嘛 包括你可以看到 像是3005的神机 神机是 台湾的军规强固型电脑的一个 最大品牌啊 而且你要知道 其实在 包括美国 包括美国 其实你看到这个美国的军人 在那边打电脑 你看到那种 电脑包的像无理铁金刚一样 那大概都 十字八九都是 都是这个神机做的 因为北美的军用市场 神机就占了三成左右 对不对 它的军工电脑部分 它的市占率仅次于Panasonic 仅次于这个松下而已 那另外也包括像是这个熔缸 5009的熔缸 事实上熔缸呢 它的特殊缸 包括航太啊 能源跟油气市场 这一次呢在这个 应该说在这个俄罗斯呢 俄罗斯过去是靠管线 送到这个 送这个天然气到这个 欧盟的嘛 对不对 这也是很有关系的 这些需要用到那些管线的一些缸 事实上都跟熔缸关系都很大 甚至包括军事需求部分 对不对 它军事用缸啊 最近定餐是持续的释出 我们看到最近 老实说台北股是跌得很惨 但是熔缸几乎没什么跌 只有 应该说只有短线的修正而已 为什么 投信一直买啊 而且未来获利很可能越来越好 而且除了这些军事用途之外 重点是航太啊 航太部分 熔缸也出了不少货 对不对 那能源部分 这也是跟这一次俄罗斯的关系 有很大关系 那另外包括怎么样 跟国防最有关系 台湾这家公司叫做汉祥 这还是国防基金所持有的公司 它国防占了六成营收 它主要在做什么高轿机那一类的东西 甚至包括做飞机的引擎 民用部分做飞机引擎 包括 跟波音合作 甚至呢 还有包括跟旗翼合作 合作发电机 所以你看到 其实包括汉祥部分 其实虽然说你说 股价就30块出头 获利呢 就2块钱上下 但是如果说真的 国际骑士越来越紧张的话 它是不是 获利就不止这些了 这很有可能发生这些事情 另外包括一样在做飞机零组件的 像是4572的一个祝隆部分 它国防部分占15% 但是呢 说真的啦 两相比较 汉祥跟祝隆比起来 汉祥的本益比低很多 祝隆本益比高很多 但祝隆的股本小很多 所以这个选择上面 你叫自己去勘考 另外包括呢 事实上像5222的一个全训 其实今年以来啊 全信算是一个 做这个PA 做这种功率放大器的股票 今年以来台湾 功率放大器的龙头 叫做文帽 跌翻天了 跌了乱七八糟 但是你看到最近全训 前阵子也跌 他跌了就不跌了 为什么 国防需求啊 什么熊山飞弹 天宫飞弹 里面的雷达模组 就全训做的 然后呢 他说他军工的订单 已经能见度到2024年了 所以说真的 做军工好像 能够躲过整个消费型的一个风险一样 那另外包括像做船的里面 这些有接国建国造的一个订单 像2208的台船 6753的龙德造船 还有台湾第一大的民间造船 叫做中信造船 这是最近刚挂牌的 最近刚挂牌 他说他的产能很大 他说呢 这句国建国造 未来一年有900亿的舰艇标案 这个是中信造船讲出来的 这想起来很可怕 这个 我记错的话 隆德造船一个月的营收 4亿5亿而已 如果说真的这900亿 这三家平均拿的话 对不对 哇 每个人可以拿到300亿左右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一年下来都做不到几十亿生意的 让他一次拿300亿 不是赚到翻天了 不过这可能是一个很较 长线的一个想法 而且说真的啦 如果战事 如果真的 应该说如果 国际局势紧张的话 他可能要造更多的船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8033雷虎啊 不过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雷虎啊 过去法人都不买的 为什么 他坐遥控飞机嘛 那 当然搞不清楚状况 我会觉得遥控飞机 跟无人机是不是很像 没有错啊 一样在遥控 然后无人机 但是其实状况是这样子 你如果无人机要做到能够攻击 你可能 不是像遥控飞机那么简单 你可能需要 各种方法 什么集思影像什么等等 投影回来 对不对 怎么样操纵的 老实说 没有这么简单 但是很多人麻荒等号嘛 对不对 那真的能换上等号吗 说真的 我是很怀疑 不过呢 市场看起来是这样子 投信是把它换上等号了 因为最近以来 我们看到投信 竟然开始在买雷虎了 对不对 那所以我跟大家讲到 这些台湾的军工概念股呢 如果说 国际局是 持续在紧张下去的话 对不对 这些你不要说 只去看这个 諾斯洛普格普曼 不要说只看雷神 只看这个 所谓的一个洛克希德马丁 台湾也有这些 军工概念股呢 事实上也值得去参考的 哇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 其实从刚刚讲到 我们今年度的几个大事件 然后呢影响到金融市场 这个面向来讨论 不过今天这一集呢 我听到后来 其实我觉得 它比较像一个 国际关系的讨论 对啊你现在很担心 美国 中国打过来 真的因为其实 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 到时候台湾的整个 经济发展啊 世界经济发展 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那时候还 哪有办法放心 买股票对不对 的确也是没有错啦 所以 如果真的 哪一天发生战事的话 老实说你这些股票买了 可能也没有用啦 大概只能这样想 但是 叫什么防范未然嘛 对不对 这个你到这边 你如果说 这个局势紧张 这些公司 它营收都会上来 而且它获利会上来的话 它也变成一个 不错的避险标的 所以说我们 其实还是要去了解 把它当成一个 国际关系的议题 去了解说 其实有这些公司嘛 他们在做这些相关的 军工类的 那其实我们 一般都希望说 它是防御的作用啊 不希望是 积极的有 这个打仗的行为 所以当然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 国际关系的主题 而且我发现 李宽真的是对很多主题都了解 像我真的对这一类 就蛮陌生 因为其实平常一般人 比较不会关注到 这一个类型的类股 但是其实它对现今 尤其呢 这个台海局势紧张的 这个国际关系 其实影响蛮大 其实我们是被迫的嘛 没办法 对不对 当局势这么紧张 我们这种研究股票的 总要研究到 资金要 可能要往哪边去跑的一个方向 对 所以我们还是 诚心的希望呢 这个战争呢不要再发生 那当然呢 国际关系这些相关的 我们也能邀请观众朋友们 还是可以多多认识 多多了解 那如果呢 大家对我们今天节目有兴趣的话 欢迎呢 在留言下方 可以留下你的心得想法 或是你想知道的题材 那当然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李快 有没有今天听完李快的分享 觉得他非常的专业 可以加入股市第一线 李冠坚会计师 以及呢每一天 1到5都有 对不对 1到5的YouTube 可以呢上 会计市值股市第一线 一起来听听李快每天的分析 那如果喜欢节目的话 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 按赞加开启小铃铛 大快计师小鬼滨 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